中国政府和专家的说法之外 中国的官媒和网民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以及美国和日本南韩的军机相继进入了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中国国防部方面是不是又有最新的回应呢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VOA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 请东方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东方已经在我们线上了吗 是的 我已经在线上了 不过我呢现在是在上海参加国务院宣传办的 新闻办的组织的一个采访活动 当然了今天啊最重要的消息还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日本和韩国的军机不顾中方的防空识别区 而闯入了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挑战中国的权威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反应呢当然是国防部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秦刚 也就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呢 他这个最新的反应 那么在外交部的发言 新闻发言会上呢 那个当时日本军机闯入防空识别区呢 还没有出来这条新闻 所以呢大部分的记者呢 就说日美 把这个话题呢 集中在日美防长通话以后啊 表示明确的不认可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要求而且啊 中方有什么评论呢 秦刚呢就强调说 中方设立的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啊 已经是多次产名的立场 那么日方和美方对此 孩子用了那个词叫做说三道四啊 毫无道理 那么中方呢 也和日方和美方提出了交涉 要求美方啊 这个要改正自己的错误 那么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会呢 今天就更有意思了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啊 是杨宇军 首先呢解释了有关击落啊 有关就是说 如果外国的不明的飞行器 到了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会不会被击落 好多记者问这个问题 所以他解释了半天 一直到会后以后呢 散会了以后 这个日本军机 日本军机就是进入防空识别区的新闻呢 就爆出来了 那么在会下呢 会上没有人问 在会下呢 确实有记者问到 这个杨宇军啊 问他 日本方面已经宣布了 有军机 自卫队的军机 进入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而这个中方有什么反应 那么杨宇军呢 表示 我现在是正式的呢 看到中方这个网站上公布的 反应是 中方对进入东海识别区的 各国航空器 都及时进行了识别 那么对有关航空器的情况 是全面掌握的 他甚至都没有用 日本自卫队的军机 这几个字 那么这个答复的调子呢 基本是他当时外交部答复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两架 B52战略轰炸机 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 转了一圈以后呢 这两个话就调子一样 一个是呢 他说进行了识别 另外呢 对于他们情况全面掌握 不过呢 北京的外媒呢 大家都注意到 没有一件事情 是中方主动宣布的 既然你设计了中国航空识别区 那么有外国军机进来了 你说你识别了 你说你全面掌握了 为什么没有主动宣布 第二呢 都注意到 中方并没有出现